欢迎来到阿小光 今天跟大家介绍 如何令到一枝aculic medium 令到你以前的画画生动一点 好 这一张就是我六年前画的画画 那些阴影和对比位 都做得一样 所以 我试试用这枝 GRACE medium 如何令到它生动一点 和光位明显一点 我选了一枝透明度比较高一点的 而且 都是雅面的 所以买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你看看后面的指数 好 我们慢慢开了GRACE medium 其实它是没有色的 然后你混合你 要对的颜色 就放在你之前画画的 要阴影的地方 通常很多人都不知道 要混合什么颜色 那我就建议 例如你看到我开了啡色 有绿色 还有有蓝色 因为你看到这幅画 最主要的颜色 就是刚才我说的几种颜色 那好 那我们现在因为它是没有色 而且它是比较水壮一点的liquid 所以你一层层很薄的 铺上去 你要觉得深色的地方 看起来就会生动很多 像现在这个 我就会拿多一点绿色和蓝色 那就是作为阴影的 记住 如果要深色的地方 都要大胆点 拿一些深色 那刚才我说过 颜色的混合都重要的 如果你单独用一个深啡色 去做 就会比较平淡一点 所以最好 就加一点蓝色和绿色 那作为一个混合 整幅画看起来的阴影 就比较自然一点了 现在这一边 右手边 我们就觉得它应该是最深色的 那所以呢 有光位的地方 尽量不要搅拌它 我们要下定位 究竟哪些是深色的 那时候就会下深一点的对比色 就是 Glaze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它是半透明 所以你越薄就越好 如果开的比例呢 例如 你Glaze的Medium 你可以用3 然后你普通的颜色 你可以用1 再对比3比1 那我觉得 大概这个比例 应该也是OK的 记住喔 越薄越好 所以如果你油了一层的时候 你等它干一会 然后呢 再油上面的一层 那慢慢呢 有一个层次感 你出来的Glaze 那个Conscious的感觉 就会更加强了 和你自己要设计的时候 都要知道 哪一个位置 真的要很深色 哪一个位置是很光位 那你去油上去之前呢 你自己要编排好一点 和要考虑清楚喔 那这个位置呢 就应该是最深色的了 那所以呢 我们大胆点 落深色一点的位置 那这个位呢 我觉得是用 蓝色和绿色 混合在一起 去放在啡色的上面 那好了 有些细节的位 例如面啊 它那个手啊 它那个手啊 和它那些衣服啊 有些位置呢 你自己要知道 落到对的位置了 那Glaze呢 确实是可以令到你一幅画呢 很平淡 很平面 而立体化一点的喔 那所以呢 如果你说 我只是用很有限的钱 那我也建议你呢 最好是去买一支 适合你自己的Glaze Medium 那在画眼规力的时候 当最后 Retouch呢 就是作为一个最好的功用啦 通常我们呢 再看回以前的画呢 我们真的会觉得自己的阴影啊 或者有立体感呢 不是做得那么好啊 那所以呢 不妨呢 都再研究回以前的画 有没有改进的地方啦 如果是有的 我们都可以试玩一下 拿acritic gaze medium 然后呢 就再去修饰一下 令到自己呢 画画的技巧呢 是有所进步的的 那差不多呢 就是去到尾段了喔 那你会见到呢 画都是立体了好多喔 整体上是吧 还有我们见到 都是有层次的光面 和深色面 那对比回呢 after和before 是不是差很远呢 希望大家都喜欢这条片啦 还有如果大家觉得有问题呢 可以给留言我 如果喜欢我这条片 给个like我 和subscribe app小谷 多谢大家 bye